我們看到今天海軍陸戰隊 在漢光演習的這個預演當中 今天清晨 因為這個疑似海象不佳 所以他們在進行操舟演練 操舟就是現在 你看到這種橡皮艇 他們要進行海軍陸戰隊的 兩棲搶灘登陸 尤其是清晨要這個 天剛亮的時候要摸黑進行 所以因為海象的關係 不剩有一艘操舟快艇 不小心翻覆了 然後造成三個人落水 當然海軍 軍方趕快緊急的搶救 其中後來本來三個人失蹤 後來找到了 其中一個人意識清楚 送到左營806 海軍的這個分院的時候 另外兩個人當時意識不清 現在還在救治當中 其實你看到漢光預演 尤其是海軍陸戰隊這種演習 意外是滿兇險的 而國軍在這個力次的漢光演習 或軍方力次的這個演習當中 也不是第一次出現這種意外狀況 或是一些不光彩的情形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這麼多年來 包括漢光演習戰隊 還有其他軍事演習出了哪些狀況 我就跟大家回顧一下 在2003年的時候 漢光19號演習 那時候場景拉到了宜蘭 宜蘭那時候演習的時候 是海龍號的潛艦 他要發射SUT 他是一種線導線控的重型魚雷 一枚魚雷造價130萬美金 當時發射出去的時候 他就訊號斷了 訊號斷了之後 軍方也嚇一跳你知道嗎 很怕那個魚雷回過頭來 回馬槍射他自己 趕快把海龍潛艦下潛 因為魚雷在那個時候 他只要找到目標就會打 是 他們嚇死了 就嚇死了 後來傍晚 十分 你看到國軍弟兄 不斷的在沙灘上去推 因為接獲漁民現報 這一枚的漢光演習當中 應該要擊中靶劍的 SUT重型魚雷 竟然出現自己油上的 立喆線海灘 他變成一枚衛爆彈 然後大家 漁民很擔心 老百姓會怕 軍方也會很擔心 所以把它處理了之後 找了國軍弟兄 你看用這些繩子綁起來 把他這個帶回去 軍方當然灰頭土臉 當時還拜託我們記者 能夠抱正面的就抱正面的 不要寫得太難堪 寫得這些很難堪 他們不光採 然後他們也每天被軍方的 高層長官 國防部長 參謀長 定得要命 然後當時安排10月份的時候 要第一次補考 後來找我們記者 就再去採訪一次 然後結果再公開打一次 結果公開打 他又頭髮 又沒打到 然後又灰頭土臉了 只好不斷的 那時候跟我們軍事記者吃飯 就跟我們說拜託 拜託 我們他們一定會打中為止 不要再寫他們不好的狀況 所以當時讓他們覺得灰頭土臉 可是更驚險的一幕 當時這個魚雷 對阿扁總統影響不大 可是來到了暗光22號演習 是2006年7月這個時候 當時我們又藏起 又是在宜蘭的利者檢 但是剛看到的是沙灘 我們這個是你現在看到的是 當時有兩枚的這個托式飛彈 托式飛彈拖把 結果他竟然在距離陳水扁 管理台的位置200公尺遠的地方 爆炸了 就在那海灘上面 對 這麼近的距離 你看攝影記者拍出來的距離 就這麼近 他那時候看一下他也嫩住了 然後所有的軍方的將領面面相觸 然後其實我那時候坐的位置 我們記者的位置 還有包括電視台的攝影機 就是在阿扁總統的正後方 當時他與三軍統帥的身分 去清教這個漢光22號演習 你可以看到這個托式飛彈 竟然打到了這個前面 那個是嚴重的拖把 有兩枚拖式飛彈全部拖把 而且那時候那一次演習的狀況連連 不只拖式飛彈拖把 連麻雀飛彈 在發射的時候 都有一枚直接掉到海裡面 當然陳水扁看的是 臉一陣清一陣白 他剛開始看的時候 都還沒什麼笑容 而且一開始有突然被拖把的 爆炸的聲音震到了 那時候正波傳回來 連我們這個記者席 和總統跟所有的軍方 跟政府的要員的時候 大家其實都嚇一跳 但是後來這個事情 軍方也處分了 但是你發生的這個意外 如果萬一是打到了總統怎麼辦 所以後來這個漢光演習 他們特別的注意 但是很不幸的 到了2006 2007年的時候 這個5月份 當時在這個湖口的裝甲基地 也進行了另外一場演習 由編號的5371的這個 5F的裝作戰機 他進行了這樣一個 陸空的一個聯合作戰 沒有想到他卻因為這樣的意外事故 墜落這個地面 然後而且當時因為墜機的狀況 還撞到了地面上的一些星光部隊 他們住的宿舍 造成兩名新加坡的星光部隊的 官兵死亡 所以當時這個狀況 也引起社會的震驚 而我們看到了這麼多的 漢光演習跟軍事 也出了這個狀況以來 可以說從1984年以來 30幾年來發生了8起的事件 這個意外 造成了11名的官兵的死亡 非常的不幸 所以軍方其實 每年在漢光演習準備的時候 都是如臨大敵 但是剛剛講到一開始的海軍陸戰隊 海軍陸戰隊出過 比較嚴重的一次意外 大家會聯想到民國69年 也就是1980年的時候 12月21號 當時在左營的這個甲子園的海灘 有陸戰隊的LVDP5 他們的這個就俗稱水鴨子的 這樣一個登陸 兩棲登陸艇 在這個也是在海上不架的時候 要登陸這個 要進行登陸戰 對 當時有一輛的LVDP5 他的這個車就不幸的 他的馬達壞了 本來照理說 搶灘的時候是這個門 我給大家看一下 登陸板要放下來 要放下來 然後官兵搶灘 可是當時登陸板放不下來 照理說裡面可以打開 裡面也打不開 結果當時那一台車裡面有24個人 只有排長跟車長順利的逃生 另外22名官兵慘了 全部都在這個車子裡面出不來 結果就沉到了這個水裡面 水鴨子沉下去了 沒錯 水鴨子整個沉下去 後來這個事件傳出來之後 軍方第一時間是封鎖消息 所以媒體都沒有報導出來 後來其實當時有一名 陣亡的罹難的士兵裡面 他是新婚的 結果他的太太已經懷孕了 他在家裡面後來做夢 在事發的那一天 他其實就做惡夢 夢到自己的先生 從那個床邊撕靈靈的走過來 然後一語不發的 這樣子就站在旁邊看著他 然後好像雙表情很哀氣這樣 然後他就覺得不妙了 隔天雖然媒體沒有報導 他趕快這個坐火車趕到了左營 然後到左營的海軍軍區大門口 要求求見他的這個先生 當時因為事情發生了 他們還在搜尋當中 沒有搜尋到 尤其是他的這個先生 後來22名官兵人的遺難遺體 找到了21具 就唯獨他先生沒找到 所以他一直哭求著 要見他先生裡面 不管是生是死 活要見人 死要見屍 軍方用不過 請他到了這個事發地點 然後他也在那邊上了三柱香 所以奇怪 他是在那邊上了三柱香的時候 一直苦苦哀求先生能夠出現 他們裡面剛好有一個軍方 有靈異體質的人 就在旁邊看到說 在靠近部隊的這個碼頭的旁邊 有一個好像浮屍出現 他就趕快衝過去 果然找到他的先生 他先生撈起來的時候 當然屍體全部腫脹 可是你知道嗎 似乎在見到他 他其實馬上跪下來嚎啕大哭 然後那個先生這個屍體上面 幾乎據軍方的人說七孔流血 就覺得非常的這個 覺得滿難過的 可是你知道嗎 在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其實軍方對LVTP5的這個 主要的操縱過程的 這樣的一個安全性 特別注意 可是你知道嗎 在國光計畫進行期間 也就是大概民國53年 1964年1963年那個年代 1965年的時候 也曾經發生過國光計畫 不幸出現海象不佳 造成5量的LVTP5 因此翻覆了這個意外 當時數十名官兵傳聞 全部都溺斃 據說軍方為了 要安置這些罹難者的遺體 從這個屏東到嘉義 買了很多的棺材去 然後民間業者都傳聞說 軍方的演習出了重大的意外 而國光計畫是老蔣那時候時代 為了要反攻大陸 所擬定最重要的一個軍事計畫 而美國也一直反對 但是因為這樣一個 海軍陸戰隊的登陸艇出了意外 一度挫敗了這個 老蔣的他的一個計畫 也一度把他的這個時程 所以國光計畫的進程 就受到影響了 對 所以你就知道說 海軍陸戰隊軍方的這個演習 跟軍方這幾年來 發生了這個事情 都會息息相關 演習視同作戰 漢光演習是我們每一年 這個演訓當中的 一個重要的科目 可是這演訓過程當中 真的每一年都有出事 尤華哥 今天漢光演習 陸戰隊他發生不幸的事件 我們為幾位英勇的戰士 先祈福 然後我們講故事好了 各位曉不曉得 陸戰隊他先後出過三件大事 第一件是在1951年的5月8號 死了58個人 這件事大概很少人知道 我是聽前陸軍總司令 前陸戰隊司令 余豪章將軍跟我講 他說1951年5月8號 本來海軍的兩棲登陸訓練基地 是在哪邊 是在彌陀鄉的羅底山 羅底山它山高 山的高度大概53公尺 它就是現在的南寮漁港那邊 那一帶過去是海軍的登陸基地 以後才簽到陶紫元 因為為了這件事 為了這件事 是因為他的戰車登陸艦 戰車登陸艦 他要登陸 剛剛好 剛剛好 戰車登陸艦上面的 全部都是資深官員 然而一件事情非常不幸 就是戰車登陸艦 他有一個舵 那個是一個新手 開那個船的 開那個登陸艇的 那個是一個新手 所以當他一下子放下去的時候 那個新手緊張 本來就是我舉例 這次舉例 應該向左轉 他向右轉 向右轉的話 因為離心力的關係 他卷到水底的漩渦裡面 漩渦裡面 然後如果你很鎮定的話 應該沒有事 但是他非常慌亂的一直弄 然後一直那個艦體 一直轉轉轉轉轉 沉到底下 各位曉不曉得 那次死了多少人 死了58個人 就是那一次以後 就不在彌陀鄉 成立兩棲訓練基地 而改在左雲井港跟高雄 就是柴山那邊 叫做桃子園的地方 在桃子園的地方 剛剛靖平講到1961年是6月24號 6月24號那一天死了61個人 那61個人他叫成功一號演習 成功一號演習 這裡面發生兩件事情 就是因為我們的參謀總長 並不懂兩棲登陸 所以第一艘發生問題 第二艘 一直第五艘 通通都發生問題的時候 參謀總長他還是下令 結果兩個人他表示抗議 一個人名字叫做孔令成 他馬上跟蔣介石報告 一個是美軍下士 美軍下士 馬上跳入海中 去搭救這些人 這些人沒有一個人救得起來 事後 事後發生一件什麼事情 事後清理戰場的人 跟我怎麼講 他說那些人都撈了 車子撈了上來 死狀甚慘 死狀慘到什麼程度 就是大家的手全部都是這樣子 為什麼 缺氧 到最後他們抓著胸部 因為沒有氧氣 沒有氧氣 然後都是青紫色的 還有一個 本來那個都是可以開的 因為他是這樣子 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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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來 當他中空的時候 你一開的話 你還是可以衝得出去 但是大概這樣子翻的時候 人的重心不穩 那個人想要開 很多隻手就放在 就抓在他的手上 各位要知道海軍的規定 你每一個殯儀館 最多只有八具屍體 好 現在談很多人談買棺材的事情 其實我告訴各位都是骨灰 所以他要用駁棺 而不是正式的棺木 當然還有1980年的聯星22號演習 就死了22個人 但是我現在我在這邊 我在講兩個 我多說一點廢話 各位曉不曉得 在1960年代 你老講他要反攻大陸的時候 他成立特戰部隊 成立特戰部隊 一個渡河攻擊 45公斤重的裝備 一個班全部都死在後龍溪裡面 就是前面兩個副班長帶隊 走的時候 那第三個剛剛好 就壓在前面兩個身上 那後面的就全部壓上來 就是這一次是非常重大的 成立特戰部隊